哈囉,大家好,我是夜遊,歡迎回到我的頻道,讓我協助你把夢想變成現實 今天要繼續我們吸引力法則的系列 自從我上傳第一個吸引力法則的影片到現在 你們就有很多人資訊跟我說 我講得不清楚啊,或是可不可以講得更仔細一點 那麼我今天呢,就來講仔細一點 首先我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為什麼我的中文有時候會有一點奇怪 因為呢,我小時候就生活在一個講很多語言的環境下長大的 我爸是台灣人,所以在加拿大他會講中文或是台語 台語呢,我只會聽得懂,但是我不會講 我媽是講廣東話,所以我也會講一點廣東話 我從小在越南長大,所以呢,我也會講一點越文 加上呢,我身邊的朋友他們都講英文 所以呢,我英文也不錯 所以呢,我是講四種語言長大的 所以有時候呢,我會用英文的文法來講中文 所以才會有一點奇怪 所以如果你有時候聽不懂的話,請見諒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心入境這一部影片 裡面就有講說,當你講不同語言的時候 你就用不同的方式來思考問題 我覺得這個講法很正確,你覺得呢? 再來,吸引力法則 還記得三步驟嗎? 想像,相信,接受 想像你擁有他,相信他一定會到,接受他的到來 因為你們的年齡大部分都是高中生大學生 所以我就以考上大學來舉例好了 當時在高中的時候我想要上最好的大學 所以呢,我就在我的手這邊寫上那個大學的名字 然後每天就盯著他看 然後去念書 有時候我會想像自己已經上了那所大學 然後會在那一所大學裡面做什麼東西這樣子 所以我一直強調做夢想版真的很重要 因為夢想版呢,可以讓你很focus在你的目標 然後朝那個方向去努力 當你想像你已經達到你那個目標的時候 你要想得越仔細越好 比如說你想要有100萬 當你擁有那100萬的時候你會做什麼事情 如果可以的話,寫下來寫得越仔細越好 因為當你寫的時候呢,你就會想得非常非常的仔細 第二個,相信 相信你一定會達到那個目標 然後每天朝那個方向去努力 我剛剛有講到努力嗎? 沒錯,雖然吸引力法則可以幫助你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不努力 這個宇宙還是沒有辦法幫助你 就像是你想要幫助一個人 但是如果他不想被幫助的話 你也沒有辦法幫助他 這個宇宙會一直給你暗示跟幫助 你要學會抓住那些暗示 然後朝他給你的方向去前進 第三點,當你考完試之後 接受他的到來 相信你努力這麼久了 那個結果一定是好的 這裡有一點我要強調 可能結果不會是你所想像的那一樣 但是你要知道 每件事情都有他發生的原因 也許你沒有考上你想要上了大學 但是那也是有原因的 當初我想要考上台大 但是上了政大 雖然一開始我很不開心 但是如果我沒有上政大 我就不會去拍影片 然後我也不會做這麼多瘋狂的事情 我也不會想創業 我的2016年可能就沒有那麼精彩 我今年可能就沒有這麼忙 我也可能不會遇到這麼多幫助我的人 你要相信當你努力之後 那個結果不管是怎麼樣都是好的 因為這個宇宙會帶領你到你該去的地方 最後呢我想要說一點 你一定要努力 因為吸引力法則不是魔術 不是妖術也不是神術 它不可能讓你今天睡覺 明天早上起來就會有你想要的東西 你一定要努力才可以 你擁有的是你應得的 如果你不努力每天只在想不去做 沒有人可以幫助你 有很多人寫信給我說 他們想要改變但是力不從心 既然你知道你有這個問題 你就要想辦法去改變它 如果你不改變你的生活就不會改變 只有行動才可以改變你的生活 吸引力法則只是在背後協助你 推你一把 這個宇宙會帶領你到你該去的地方 剩下的就看你願不願意踏出第一步 我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希望有幫助到你 如果有的話記得給我一個讚喔 然後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每週五有新的影片 然後記得守住你的夢想 因為這個世界最需要的是唯一 你有的獨特 我們下次見啦 掰 我們下次見